民進黨對兩岸政策是不表態的 大家都可以看出來 在去年九月一選舉國民黨打敗 然後民進黨對這個兩岸政策是不表態的 那麼下一代的時候 未來的兩岸關係會變得很不確定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不確定焦慮的不只是台灣 大陸怎麼更焦慮 所以在今年年月十二號 它就有一個很不尋常的動作 中共的不尋常動作是在海峽中線畫定四條昂線 我個人的解讀 這是要要求台灣來做政治協商 各位啊你可以看出 這樣的動作在過去是很少發生過的 只有在陳水扁時代搞兩國論的時候 大陸戰機不斷在海峽中線出現 所以這個動作基本上是很有政治遺憾的 可是這個動作要談政治問題 馬上就來個大難題啊 現在兩方都講九二共識 事實上我認為九二共識是我們要進行政治協商一個最大的妄案 為什麼?它道理很簡單 當年搞九二共識是為了要解決兩岸之間 民間往來 民間往來 文書認證 所想出來的權益之計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我們很容易想像的出來 假設要談政治問題 你把這樣的原則拿出來 中共一定把一中 表示成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一定把一中 表示成中華民國 怎麼談話 馬上就兩國 兩國就來了 王不見王 然後雙方實力 差距太過懸殊 台灣一算 沒辦法談 怎麼談話 所以搞到最後他的邏輯結果 就是馬政府的 不統不獨 不武 這個僵局 根本走不出這個困境 然後我們馬上可以看出來 中共這樣要逼談的時候 馬政府的腳太低限 在28號 元月28號 海基會跟海協會宣布要王章進門會 很明顯的 大陸是要求 以這個王章會 來談政治問題 我甚至個人認為 很可能 會談到馬協會 他的前提的問題 可是 沒有想到第二天 我們這個 陸會主委 馬上宣布 台灣目前沒有做 馬西會的對手規劃 你可以看出來 這對方 主席還是馬西會 馬西會 不要忘掉 埋著還是總統 各位你可以看到 是對方兵到城下 我們和主將 未戰先去 掛民站台 他說 我們沒有做這個馬西會的對話 他這樣一講 對方馬上來了 這是雙方 事務性主管 的一個協商 談的內容是什麼 各位不知道你可以看 談什麼 海漂垃圾 濫茶海沙 業界捕魚 金門觀光 降格 降格 所以你馬上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局勢 但是 王玉琦不敢談 對方就幫你降格 本來三天兩夜 也縮短 成為兩天一夜 握著就算了 你要談 漂海沙 漂垃圾 你去談吧 好 在這個情況之下 很多人 會頂彈 柯P上台以後 這個後台論壇 雙城論壇 柯P會出什麼招數 各位可以看出來站 選舉之前 柯P的口號是藍綠共識 他說我們要用四個互相找一部共識 很多人猜也許 以他這個150的智商 可能想出一個 大家都想不出來的一個共識 沒想到 前兩天他出招了 出招的 結果是 兩國一制論 各位都可以很清楚看出來 這個兩國一制論 基本上就是兩國論 跟殖民進步論 他的一個綜合體 在民進黨執政的時期 教育 推 去中國話 跟 日治殖民進步論 台灣的進步 這個日本殖民時期 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各位不要忘掉 這是民進黨時期 推的教育 柯P只不過是把這個東西再講一次而已 他這一講出來大家緊張了 我在中國時報上寫了一篇文章 題目叫做 南軍夢醒 綠軍心驚 什麼意思 本來男的人看馬政府 在兩岸關係上組織的困境 太無能了 期盼 柯P也許會有什麼招數 這個夢醒掉了 原來他畢竟還是茉莉的 講的話就是茉莉的一個說法 也是 民進黨過去 在教育上 一直要灌輸的這個意識形態 但是 綠軍心驚 為什麼 怕得要死 他本來以為 2016年這個 總統穩拿了 柯P這一下子 不曉得還要搞出什麼花招出來 這要搞得台灣整個情勢動盪不安 那 他這個穩拿的局勢 恐怕又要化成變數 緊張不得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我用了一個比喻 柯P登上市長的寶座 上這個寶座又開始大叫 國王沒穿新衣服 國王沒穿衣服 各位大家都知道 國王的新衣這個故事 他以為自己是國王 那個心態叫做 自我衷心得以忘形 他在一叫的時候 大家緊張啊 很多過去他的藍綠的戰友 各位 你在選舉的時候 有藍軍有綠軍 都出來幫他講話 都出來幫他擦肢磨粉 要趕快穿衣服 要不要忘掉 你現在還不是魔王 別叫那麼快 各位好 你可以看到這兩天的局勢 就這麼危險 可是 他的這個基本 態度已經出現了 所以 整個分析下來 你馬上可以看出來 兩岸關係的球 又回到 國民黨的手上 下一步要看 朱立倫 有沒有智慧 有沒有能力 來解決 處理這個問題 我在預測 假設 假設 朱立倫沒有能力 處理這個問題的話 兩岸關係 在未來一年 會有很大的病大 雙城論壇要不要辦 世大運總辦下去 馬上會有一個考驗 智慧的考驗 我想這是 我在今天 從過去兩岸關係 七年 這兩岸關係 未來 我的一些看法 謝謝